只有一條原則 你必須依照法律審判 可是這一次的法官非常厲害 因為我們中華民國 並沒有一條法律說 公民不服從 所以你打警察 沒事 你佔領立法院 沒事 可是法官自己創說 因為他符合公民不服從 我教法官什麼叫公民不服從 甘地 1920年到1922年 1930年到1934年 他是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 他是抗議殖民政府 對印度的剝削 所以他不穿 英國人他做的紡織 紡出來的布 他自己在那邊織布 他要恢復印度的織布的精神 所以他身上掛的 這個東西都是他自己織出來的 所以他就去坐牢 警察抓他 他就不反抗 就去坐牢 出來以後繼續織布 梭羅 他是為了反對黑人的奴隸 所以他抗稅 抗稅要去坐牢 他家人捨不得 就幫他偷偷去交稅 最後他也沒有坐牢 他可沒有去佔領 甘地一生也沒有用任何暴力打警察或佔領 馬丁路德金恩博士 是反對美國的種族隔離 對黑人的民權去爭取 他是讓警察在地上踹在地上打 不是他把警察在地上踹在地上打 有沒有搞清楚 洪威 其實公民不服從最重要的 除了是一個公共利益之外 還有他必須是和平非暴力的 那麼我們這個太陽花運動 他並不是20年前的事 所有那20幾天裡面破窗而入 去推及警察 然後破壞所有立法院的公務 這叫做是完全和平的手段 是非暴力的行為嗎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法官 他是法官造法 也就是他利用一個所謂的公民不服從 所以對於不管你是交疏暴力也好 或者是侵占公署也好 或者妨害公募也好 通通無罪 這次這個判例 我認為對台灣未來 其實真的會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影響